哈喽,大家好,我是阿子宜,又来前途了 今天来到一个台湾路,这边现在成了打卡上帝了 很多人,大家看看 这个战道在抖音上推现的频率很高 今天天气也不错,水也不错 我去看一看有什么收获 好了,一会准备下水了 好,就是到水下了 这次水比上次要清很多,这是抓到第一个暴雨 前面没捡好,就是发现那块没捡上去 这是又一个 来到这个地方吧,暴雨太多了 抓到不愿意抓,很多 盖头也都还不错啊 第一个很大 后边这就相对来说没怎么大 但是也能抓走了 远处还是挺浑的啊 这个暴雨都是喜欢这个 在这种礁石的这种缝隙里贴着 你如果不仔细换的话 根本就看不出来 看远处是不是还挺下来的吧 周围的话,因为在海里 周围很安静 这是发现一个魔鬼蟹 和它玩耍一会儿就把它放了 看远处还是挺浑的 看不是太清楚 这是不是如果游和一个大鱼来 能吓我一跳 发现一个海螺 这就是一个鲍鱼 大家仔细看一下 我这个螺丝刀指的地方就是 你如果不仔细看的话 根本就看不出是个鲍鱼来 就和周围环境就是很相差 基本上就看不出来 再加上它壳上长了一些小的 一些藻类 不仔细看就是一块石头 头套没戴好 那么卷起来一块 这是我背的气瓶 这是12升的 很多人都问是氧气瓶吗 这里边不是纯氧气啊 这是压缩空气 把空气打到瓶里边了 这又一个暴雨 这次抓了很多暴雨啊 这次我上船的片子的视角 是我那个推进器上的那个镜头的啊 头上的那个直接没传 所以说有些抓到海螺的一些镜头 都是在头上的摄像头部捉的啊 因为这个推进器这个 这是一个gopro 然后电池用的时间短 再就是这个32G的那层卡 一会就照满了 所以说一些抓海螺的镜头 就没有放进来了 这又一个暴雨 全是暴雨啊 这个地方 回家我用这些鲍鱼炖了个土豆吃 是不是有点适合吃 鲍鱼炖土豆 土豆炖鲍鱼 反正是鲍鱼多 土豆少 很好吃 在我们这一个饭店吃了一次 所以说回家做了做 这个两个很大 土豆和鲍鱼是很大的 其实没有太大的解说头 全是鲍鱼 这个鲍鱼正是在石头上跑的 它是这样运动的 大家自己看一下 好玩吧 我估计是很多人第一次见鲍鱼 是怎么样行动的 对吧 应该叫蠕动是吧 跑的很慢 这块没剪掉 全是照我大长腿的镜头 食物食物 这也是鲍鱼啊 水其实进处还是挺清晰的 这一块都不需要开手电 这次应该是一共抓了大概 是不得30个鲍鱼吧 咱二三十个有了 一大包 到后边大家看看一大包 这抓住一个石甲红的 钳子夹在我的手指头上 不是给大家说中指啊 让大家看看这个夹住的镜头 正好夹在中指上 你看这鲍鱼很隐蔽啊 眼神不尖的 或者是不长潜水的 根本就看不出来啊 吸的很紧 你看都把石头一层能够尖上来 海星还是有很多啊 这个个头比较大 这个个头非常不错 后边还有几个大的 就是真的快赶上手掌大了 这应该就得长个七八年的鲍鱼了 这种和手掌差不多大了 这些大部分也都得三四年的鲍鱼了 应该是 因为野生的它相对来说也不喂饲料什么东西啊 它长的就比较慢 就像这个人如果是不活动光吃的话 很快就长胖了 就是这些养殖的鲍鱼也是 特别是南方那边的鲍鱼 都是养在一个网箱里的 就活动空间很小啊 就天天吃吃了 就给人家吃了 吃了睡睡了 吃了 所以它长得快 但是它口感就会很差 你像这些在自然环境里边的 它就会不停的活动嘛 因为它要找食物吃啊 所以说相对来说 就口感吃起来就是不一样 这个野生鲍鱼 就相当为爱健身的人 你看 这个养殖鲍鱼基本上就是爱吃甜食的人啊 就爱吃甜食不活动的人 累随这种区别 这刚才发现一个海参 挺好的 这又发现一个鲍鱼啊 这个比较大啊 这个估计得五六年都长了五六年了 看周围的环境 是不是有点恐怖 发现一个海螺啊 这个地方有点暗 所以说就开了灯啊 为了让大家看一下这个鲍鱼很大啊 这应该是最大的一个了 一会儿起下来大家看一下 基本上和手掌差不多大了 我估计这得长个七八年的鲍鱼了 长这么大 很大啊 这个大鲍鱼最后给丈母娘吃了 这有些石头你掀下下面也是有的 但是没怎么掀就掀了一块 这个地方有三个还是四个鲍鱼啊 都挨着一块 这个鲍鱼这个生物有点像群鱼的啊 你基本上找到一个还能找到另一个 就是挨的会很近 出个镜啊 是不是得出个镜 证明这是我的原创 这个鲍鱼的鲍鱼也是不错的 大家看着礁石上这些石花还有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珊瑚啊 反正很漂亮 我现在都有一种念头就想在家要弄个海水鱼缸 不直接鲍鱼 不直接鲍鱼 海参什么海螺的平时就养在鱼缸里 就是往回走了 你看看 看下地下收获啊 出发 一波报鱼 不延啊 这这海螺 再要跑去 看见吧 看下今天收货 一盆海螺 清一下吧 然后一大盆鲍鱼 一大盆鲍鲍鲍鲍鲍鱼 鲍鲍鱼 几个海胆 还有几个小螃蟹 这是减个钓珠 几个三个钓珠 这是今天的收货 很满意啊 大鲍鱼